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社交媒体巨头在处理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时遇到困难的几点建议 第二部分 所有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需要被承认 我拯救大国民塞马捷的计划 战争让沙特王子对一个新中东的梦想破灭了 知名德国左翼人士将推出一个新政党 可能会削弱极右翼的支持 请大家收看 社交媒体巨头在处理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时遇到困难的几点建议 第二部分 美国企业研究所 在我们之前对社交媒体公司对哈马斯10月7日对无辜犹太人的可怕袭击的回应进行的调查中 我们探讨了平台应该如何处理暴力内容 以及如何封锁恐怖分子账户和威胁性信息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世界仍然需要看到恐怖分子所犯下的野蛮暴力的视觉证据 哈马斯领导层已经开始否认 但这些内容应该像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受到明确警告的保护 出于对受到折磨 谋杀和绑架的受害者家属的敏感性 这些内容还应该对受害者的面孔进行模糊处理 在本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讨平台应该如何处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阿赫利医院的疫情 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一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互相指责的爆炸中丧生 错误信息源自国内 在讨论社交媒体巨头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审查传统媒体迄今为止如何报道这场冲突 总的来说 他们失败了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枚火箭误射并落在加沙一家医院外的停车场后 可能引爆了附近的哈马斯武器库 西方媒体立即错误地指责以色列 其中纽约时报起了带头作用 这家权威媒体以以色列空袭导致数百人在医院死亡 巴勒斯坦人说为标题开始报道 引用加沙卫生部的官员 这家媒体向其数百万追随者发布了通知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BBC和其他主要媒体 也纷纷效仿 然而 与基本的新闻标准相反 时报缺乏任何独立证实其煽动性指控的证据 即以色列负有责任 数百人死亡 甚至根本没有医院被袭击 随着事实的浮出水面 该报逐渐修改了标题以反映现实 纽约时报的标题作者截图 当主流媒体开始接受实际现实时 为时已晚 约旦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 指责以色列是爆炸的责任方 在约旦 贝鲁特和其他地方 城市爆发了骚乱 美国和以色列大使馆在安曼 贝鲁特和其他地方被围困 柏林和突尼斯的犹太教堂 遭到火炸弹袭击 因此 即使在我们讨论在线平台 根除虚假信息的紧迫需求之前 我们必须坚持要求传统媒体做到正确 他们可以通过放慢速度 收集事实 对哈马斯提出的声明表示怀疑 并准确标记组织 包括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 来开始做到这一点 平台因加强社区审查 以打击虚假信息并删除假账户 自10月7日以来 社交媒体平台上 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有所加剧 时代杂志报道称 在哈马斯袭击发生后的三天内 与战争有关的至少14个虚假声明 在Instagram、TikTok和X 以前称为Twitter 上获得了2200万次观看 这些声明包括篡改的视频游戏画面 以显示哈马斯导弹击落以色列直升机 数字处理过的白宫备忘录 夸大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金额 以及虚假声称 以色列轰炸了加沙一座著名的 希腊东正教教堂的报道 特别是X平台 在遏制虚假信息的洪流方面 遇到了困难 一位跟踪在线内容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告诉华尔街日报 这个平台失败了 BBC的事实核查和虚假信息部门 对X的过去两天里 虚假帖子的泛滥表示遗憾 当然 任何社交媒体公司 都无法合理地期望 在其平台上筛查 和驳斥每一个虚假声明 但他们可以采用 不同形式的社区审查 比如X的社区笔记 将事实核查外 包给该服务的众多用户 X告诉华尔街日报 自袭击发生以来的三天里 其社区笔记 已被观看了数千万次 平台还可以更加努力地 识别和清除假账户 这些假账户 往往对最严重的虚假信息 负有不成比例的责任 与哈马斯对无辜平民的 纯邪恶不同 这些问题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通过改进技术和善意 社交媒体平台 可以以使我们所有人 受益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另请参阅 对于努力应对哈马斯 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的 社交媒体巨头的一些建议 第一部分 对即将到来的NetChoice案件 进行评估 第一部分 基督城呼吁的去向 在线内容管理的复杂性 与朱利·奥诺的对话亮点 本文最初发表于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网站 所有无辜的巴勒斯坦人 和以色列人都需要被承认 多伦多星报 这篇文章是一系列写给 多伦多星报编辑的信 表达对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并批评加拿大政府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立场 作者们认为 加拿大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要求以色列 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 并主张无辜巴勒斯坦人 应该有自卫的权利 他们批评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对这个问题的沉默 并声称 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是不够的 作者们还批评前政治家鲍博 A没有承认 加沙地带无辜市民的苦难 并对他对以色列的单方面支持 表示不满 总的来说 这些信呼吁对无辜巴勒斯坦人 提供更多支持 并要求加拿大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冲突中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我拯救大国民塞马杰的计划 英国美日电讯 对于格兰国家障碍赛道 和比赛条件的改变 在赛马界引起了争议 支持这些改变的人认为 这对于维持公众 对这个赛事的支持至关重要 而其他人则担心这些改变的走向 文章认为 无论这些改变如何 赛马运动中总会有马匹死亡 而唯一防止事故的方法 就是终止这个品种 作者还建议 限制个人 在格兰国家障碍赛中 参赛的马匹数量 以防止比赛变成一场闹剧 战争让沙特王子 对一个新中东的梦想破灭了 日本时报 沙特阿拉伯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 被认为是中东地区迎来复兴的象征 与欧洲相提并论 这个被称为沙漠中的达沃斯的会议 预计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管 这是在沙特阿拉伯事实上的统治者 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王子宣布新的欧洲是中东 并预测该地区 即将迎来复兴的五年后 知名德国左翼人士 将推出一个新政党 可能会削弱极右翼的支持 多伦多新报 德国左翼政治家 萨拉瓦根克内西 宣布计划组建一个新党 有人认为 这可能会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AFD 手中夺走选票 该党名为萨拉 瓦根克内西联盟 为了理性和公平 将左翼经济政策 与对移民的限制性态度相结合 瓦根克内西 在社会公正 和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立场 可能会吸引那些本来可能选择AFD的选民 特别是在德国不太繁荣的东部地区 预计这个新党 将于2023年1月正式成立 以备战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 警方被要求解释 为何未能阻止 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的圣战口号喊叫 英国美日电讯 交通部长马克 哈珀要求警方解释 为什么他们在上周六伦敦的示威活动中 清巴勒斯坦的抗议者 高喊圣战时没有采取行动 哈珀表示 他和许多人一样 对这种呼喊感到不安 应该动用法律的全部力量 伦敦警察厅认为 没有发生任何违法行为 此事引发了警方的警告 称政府未能引入新立法 妨碍了警方打击仇恨极端主义的能力 十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5% 路透社 周一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5% 达到自2007年7月以来的水平 收益率上升是由于投资者 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以及对财政滑坡的担忧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 上周关于美国经济强劲 和劳动力市场紧张的评论 也推动了收益率的上升 周一 十年期收益率上涨了约8个基点 达到5.004% 上周四 它曾一度触及5.001% 创下16年来的新高 自5月中旬以来 收益率已上升了160个基点 盘前交易 中东和利率担忧打击情绪 全球股市重回3月低点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对中东地缘政治风险 和利率上升的担忧 全球股市下跌至7个月低点 美国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达到5% 对股票估值进行了测试 并推高了全球借贷成本 美联储暗示下周将保持利率不变 然而 期货市场显示 明年5月 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为70% MSCI全球指数最后下跌了0.1% 而STARS600指数持平 预计欧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 本周将加息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 社交媒体巨头 在处理哈马斯 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时 遇到的困难 并提供了几点建议 首先 我们要注意到 传统媒体在报道这场冲突时的错误信息 纽约时报等权威媒体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错误地指责以色列 对医院发动了空袭 这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不安和骚乱 这就提醒了我们 传统媒体在报道时 也需要更加谨慎和客观 以避免错误信息的传播 其次 社交媒体平台 在打击虚假信息 和删除假账户方面 也面临一些困难 虚假声明在Instagram TikTok和Twitter等平台上 获得了大量的观看次数 这对于舆论的误导 是非常危险的 社交媒体平台 可以加强社区审查 将事实核查外包给用户 更加努力地识别和清除假账户 以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 最后 我想说的是 这些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社交媒体平台 传统媒体和用户共同努力 通过改进技术和善意合作 共同实现信息的准确和透明 那么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社交媒体平台 如何处理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